我們都走路上下班 據說15分鐘路程 對,15分鐘路程 那我想說還是要來拜訪一下 因為我想今天主要 沒有說什麼真正的議程 我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是什麼樣子 聽聽這個螺族機介紹一下看 給咱們做什麼 因為我們實在不太清楚 然後有一些問題就問問看 好啊 我叫Gary 我是矽古未來的 那未來我現在在弄一個project 叫TACC Plus 就是我們叫Plus 本來是Accelerator 台灣 Accelerator 然後加了一個Plus 因為它比普通的Accelerator更多 方向更多 那我會參與這個Program 是因為講話想太多 OK 你行你來 基本上是講 你意見太多 那你來做 基本上 做了這個 可能等一下請 欧洲 這個可能要提示 這個跨復會要做台灣 由於我們這個從 從系國回來 所以遇到政府的體制 是一個 對啦 就是 因為之前像經建委 就是負責策劃 研考會 負責確保客戶會有做到 說到做到 那這兩個現在整併 變成國發會 那所以就變成這種比較大的 像那個Star of Island 什麼東西 就變成是國發會來想 但是國發會 當然它控的是工件的預算 那以前國發會的關卡 就GPMNet 跟科技預算是兩位 那我們這個GPMNet的整合 一直到今年才完成 對 所以就是之前真的是 讓大家就是這個 有很多的溝通成本 MXN M的N脂肪 顯然這個 你是做得很好 是 尤其是 這個回來的時候 而且一開始 大家搞不清楚 像我們回來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個是哪一個 我也回來說真的搞不清楚 科技部跟科技政委 到底是哪一個是哪一個 沒有 現在是同一個人 現在是同一個人 對對對 那個時候不知道 當初是科技政委推的Program 是用科技部的預算 尤其第一年 對 那時候是搞不清楚 那時候是搞得有點 對對對 不過現在很容易 就是同一個人 對 那我大概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來台灣 後來 不然如果等下會介紹他們 他們都是我的 有點像徒子徒順 所以我會來教我回來 我是因為長期在美國 我在美國是有一家公司 叫做華米諾 這是網路的公司 123233 3Com 我是這家公司的總裁 是 平常本來我管的區域比較大 所以以前回到台灣 大概從早上從香港 大會進來 下午就走因為台灣的Market 我知道 是後來慢慢覺得自己父母老了 所以就應該回來台灣 那就偶然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無意中參加了這個太陽花學運 是是是是 就那天就跟著人潮走 我也不知道那天在台灣 因為我在醫院裡面出不來 回不了家 結果就搞不好失戀我 可是在回家路上 我就想到說 其實給我兩個很大的震撼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離開台灣了很久 我在洗澡以三十幾年 所以這個台灣很多東西不熟悉 那時候給我兩個很大的震撼 第一個震撼就是 這個裡面的這個年輕人 跟我在談的年輕人大概 可能沒有到一百個 不過大概幾十年 因為他們講的學校我沒有一家聽過 是這樣 應該都是我出去之後 改的這個新的大學 之後沒有一家聽過 這個科技大學 整編大學 就是一些學校的名字 再怎麼講我都聽不懂 第二個 結果蠻大的下課是 我覺得台灣的世代的交替出了大 這一點是想革命 是是是 滿肚子的這個 因為世代不正義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呢 那要回家的時候也不能回家 因為有人說是要走回家 對啊 外面有一圈警察還有一圈人 在一圈警察 對對對 走回家路上就想 可是當然也有好處啦 就是走回家的感覺 有那麼多的人 可是至少路上乾乾淨淨 好像表示這邊的郭敏的素質 當然是滿高的 可是在走回家的路上 真的想到一件事情 就說 這一些小朋友對我那邊沒有什麼影響 我又有establish 也氣不那麼久 可是只要我們願意的話 搞不好可以幫一點忙 是 所以我就有一個姻緣 就是剛好就又不來變成台大的教授 然後又因為講到講那一鍋 要接著這個郭敏 那當初有個選擇 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早些有經驗的人 還是 我starting scratch 就是把我知道的教育群 這一群 就是反正像白癡的小朋友 知道 那剛好就把學校裡面叫了幾年出來 所以這些都是我訓練大概兩年多的這個 這個幹部 OK 很棒 所以 那我們搞的是創新創業 我是把美國那個最新的創新創業的 這個know-how拿回來 那因為台灣還有一些外在環境的這個限制 所以有些東西做得不太像 創新創業也不太像 做VC做這個投資什麼都不太像 那時候我是把那個亞洲矽谷中間下個連結號碼 就是去連結矽谷 因為不然要亞洲複製矽谷不容易 現在沒有人在講複製 所以你那個打的是很好 謝謝 因為現在沒有人在講我是哪裏的細部 對 比較少 對 而且當初 事實上我是有以前去學的 本來在 就是張三正剛當這個科技部長的時候 那時候 我是會來嚇唬他 嗯 就是說 當每個國家現在都 基本上沒有在談說我是哪裏的細部的時候 結果台灣人在講我是 就是什麼亞洲台灣的細部 那其實後來他說決定根本不要魔王 我就是派等到那裏去 就是做Technology 就是雙向交流 對對對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呢 當初只有一個國家在擔除細部叫台灣 嗯 那在上一波淡出細部的有一波 其實蠻常在加拿大 加拿大 他雖然在隔壁對不對 可是上一波的科技 他沒有跟細部好像故意有點 而且他沒有Talent Circulation 就有點鍛鍊 然後結果就造成Brain Drain 就所有人都被抓去 對對對 所以因為我們在那邊看得很清楚 那台灣其實他有一個蠻大的危機 就是像我們是 對 就是那邊有一個學會 我不曉得 歐水你曉得 就是說他叫做這個 這個全球玉山學會 像台灣這個還蠻強的 玉山科技 對 我就以前的美西的那個President 是 還有這個全球 所以我在當全球玉山的這個會長的時候 那時候劉兆選台灣去的這個 可是我們那群人 其實我是你們最冷靜的 可是我都很不冷靜 那當初來嚇了 嚇了那個科技部長 跟他講說 我們都認為台灣跟細部的connection很好 可是這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認為connection很好 這一群人都是老為代的人 他concentrate在 在老為代 對 就是在以前第一波的數位革命 在做這個investment 第二波的這個web跟IPP都沒有 這一群人都沒有 那將軍被挑過了 不過像YouTube那個Steve算了 他算了 可是他現在他也不是說了說 已經一下就退掉了 那邊的交替 了解 像那個 其實你說像那個那個 他四十幾歲是一個 是啊是啊 所以那種交替是很快的 所以你說三民聯軍最好是就王武藏 對 西武那邊是很快的 所以我的一些朋友 裡面那些的都算嘛 可是大家都知道其實那個交替很快 可是台灣停止不到 那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到後來看 比如說幾個東南亞國家 越南的時候 我們當初在當會章的時候 是印度人跟我們去接 以色列人跟我們去接 那時候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時候那邊的社團 科技社會最大的就是我們遇上 所以當初我們在辦年會的時候 是那個參議員 會來想插花 跟我們叫丟失 印度現在做得很好 那個時候是做得很好 可是到後來就有點斷代 因為我們沒有留情什麼 就往上掉 掉了很大 那現在一直沒辦法回到 那更糟糕是當初這個全系股大概二十大的公司 你們大概五到六個就像我們這樣 就是台六的一載體 對啊 所以當初台灣他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是這樣的 因為他主流的公司的信息 我們自動會提供給他們的政府 可是現在基本上是管業改變 現在都是印度人 對啊 印度人居住 印度人他們很厲害 就是說全部就是 他們就是一個拉一個嘛 台灣現在都變了 所以當初就認為是說至少你要 我當初第一個回到訪問 就是Reconnect 系股跟台灣 不是說你要摸我們 總是要下一個狗 到底還是 所謂Leading Edge的東西 就同樣跑出來 畢竟是Marvel什麼都會出來 你總是要去知道你要做什麼 所以當初是這樣的一個領域 很棒 那我們現在呢 你們要不要講一講 都不要我講了 這個是Ryan Ryan 是我下面有分了幾個主管 今天剛好只有來三個 Ryan 是我裡面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創業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那這三個階段為什麼要分呢 就是我們看到台灣的 事實上很多的教授、醫生 他們這個IQ都非常高 自己都沒拿到比較好 可是教授創業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邊的教育不行 教授沒有創業 所以他們比較創業的時候 一開始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做 TACC Plus 一般它是做在 Accelerator 這一部分 可是台灣最弱的就一開始 先天就不良 就譬如說問一個教授問一個問題 我說好 以前的創業我給舉個議員演講 你認為一個教授拿60% 拿你一個大土地拿40% 你們運氣很好 一定要到C round的出場 賣你一億美金 你認為你可以拿多少錢 現在沒有人打 那個Assumption 因為Captable不會 那這個就是CINDY 她以前是我在台大的時候 她是那邊的一個 你那在當手嗎 是 在台大創作 在創作 在創作 我是創作的教授 她是創作裡面的 在那邊認識她 現在就在管 我們比較前端這個 做這個Education Retraining 這一塊 那我們自己 我引進了一個系統 叫做Customer Development 一個Edge 然後叫CDE ABCDE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 要從怎麼找到客戶開始 或是先燒錢 做完以後再找到客戶去 那那種旧式的 我們台灣很成功的那一套 就是Product Development Model 現在必須要轉換成Customer Development Model 那我們那一套是蠻 就是蠻Systematic 一個第一套approach 那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給他們訓練 像我們現在是 我們有個認證的標準 就是說你要變成A級 就是A Grade的這個教練的話 那就比較經過我的考試 經過你的舞蹈團隊 我要看看你的功能 很棒嗎 真的是圖字啊 真的 真的是圖字 可是他們現在不錯 現在他們是 事實上開始給扛下來 因為那很多的這個 這個Mindset 很多的那個都不太一樣 OK 所以心底是 一開始我們叫CREATE CREATE你這個VALUE CREATE你這個團隊 然後這個比較成熟 又要進入 他這邊我們叫做PROPEAR 對 本來說是我們是取一個 比較分鞋的面子 就是ACCELERATOR 這一關 Alan是我們做PR 因為這個東西 到後來還是必須要 跟很多人 對啦 需要一個社會正當性 那另外一個沒有 就是台灣跟紀古最大的差別 敗得外野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半是社會主義國家 對 你講的沒有錯 其實從美國就看得很清楚 對 你刷健保卡就是社會主義 是 沒有錯 是不是沒有錯 就是 這個號稱是資本主義 可是做了很多 沒有 我刷金融卡是資本主義 對 同時也有主義 對 可是後面是很多社會主義 對 就有點像西歐人像 對 就是可能安沙尼亞 或一些北歐 就是很有一點的味道 有一點的味道 尤其從外面看起來很明顯 我們有一個人沒有來 那叫Michael Michael在做什麼 就是我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了解 這個趨勢非常重要 說我們裡面弄一個 Technology 是高點的 Glub 跟董說 當初未來設這個Glub 被罵了要死 因為大家講說 這個工業已經有IEK了 那你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多一個智固 對 可是問題是 從來沒有一個智固 給你START用的 那為什麼對於START很重要呢 就是說START 他現在台灣的START做出來 他自己已經要去做Position 尤其是Prada跟Company 對啊 更不知道 因為他跟外面華盛出什麼事情 都不知道 最基本的就是 Crunchbase上面跟你像的有幾家 但沒辦法大部分 對對對 那你不知道這樣 你怎麼去Position自己 但就是 就是一個 所以 我們花了蠻多的錢 然後 把一個Big Data弄出來 可是 在AI上面 我們 因為有一些Hickup 就是 本來是美國有一個 有一個很強的 可是後來 就是 就是 Satunday 就是掛掉 OK 那之後就 那真的是 因為AI的人才不太容易長 確實 這要補有 所以我們現在只 後面那個Big Data 一直在collect 就是 什麼用AI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就比較 OK 那大概介紹我們是這樣 我們在做的是這樣 那經過大概兩年 我們胡桃的多少團隊 一百 一百 一百加次 超過八十個 八十六 個人想要有 異創業 幫他組隊 然後開始新創這個業 很棒 很棒 我們是 特別對教授 跟醫生 叫他們 鼓勵他們 用個人來保密 我們再教他們 怎麼去 這真的很棒 我覺得這有點 trainer trainer的味道 就是說 他自己 就算最後 軸轉了 還是可以去找別人 你講過 我們是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甚至怎麼去做 什麼到底 哪個做 因為是教材裡面的 很重要的 是 所以 你們有沒有介紹 後來 對啊 本來鄰居馬上先聊 我想說 這個 老師 Gary有介紹 TSCC 其實目標是 把一套 有系統性的 創業的方法 然後帶來台灣的新創權 希望能夠 改變一些什麼 然後 我覺得也可以提 Audrey 你也在國外這邊 跟我有交流 跟系 會有點不滿 是 你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這一套 可能會碰到 預期的問題嗎 或是 在於 新創權 我們可以先出的地方 對 你的角度來看 這樣子 對 其實像 我本來在蘋果六年 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那蘋果那邊 就很明確 就是 designer 最大 因為 designer 最靠近 user 對 那 所以 你們的那套思路 對我是很自然的 因為就是 被美國尋討了 太多了 對 但是這個即使的系伍 都不是 通說 就是 在西谷也有工程師 立得的那種 也有 對 也有非常tap down 整個集團去 立得的那種 所以 我覺得citizen-centric 這個東西 在台灣是 絕對有市場 因為台灣剛剛講 一半是社會主義邏輯 那在社會主義邏輯裡面 像我們在工部門 做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做GDS 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 我們特別要照顧的是 沒有在用我們服務的人 反而是不是正在用我們服務的人 就是 一般來講 就是 不是我們customer的 我們要花越多時間去了解 像那個 為什麼口罩 一開始是從藥具 而不是從 寄名悠遊卡 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如果你用 寄名悠遊卡 行動支付等等 當然 立刻就可以做到實名制 可是這樣就只有 40%的人 可以買得到口罩 那這樣子就跟沒有做一樣 就沒有防疫的作用 那所以我們就是 要不厭其煩地去 去調查說 他們排隊的時候 怎麼樣拍 才有足夠好的距離 藥具的 藥室的反應怎麼樣 感受怎麼樣 他發號碼拍什麼之類 非常非常多 所以很細的東西 但是因為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迭代 所以到最後就建立一種 呼吸 大家會知道說 你心裡來 你罵得怎樣 很具體 那下個禮拜 就會變成 智慧中心的政策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把 就是比較 相密切開發的東西 帶到 就是公共的服務裡面 在 口罩的例子是 是如此 那當然後來三倍圈 也是同一個邏輯 對 所以我現在的 就是主要的兩個想法 一個是說 本來在 我們政府 部門裡面 關於公共政策 這件事情 如果以理想的 thinking 來講的話 大家在行政院總是 以前比較覺得說 我們做好 就是開發第一送 就好了 那這個 發線跟定義 這個是 定法院 那別的事情 民意代表 各公協會 等等這些事情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情況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去做 數位服務的話 所有這些 有組織起來的公協會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等等 他們真的不一定碰得到 第一線的那些朋友 那他們也未必真的能夠反映這個真實需求 我覺得那個Personal Agent Problem 是非常之嚴重 那所以 除非我們自己有設計思考的能力 然後去做掀起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會開始有消費目測試 開始有沙盒 開始有各種各樣 就是我們在做一個大的公共服務之前 先挑一個小地方 再來試六個月 看什麼想法 等等 你講沙盒 對 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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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 我們再開一個公共工程的 這個數位服務的標之前 先要開很多一百萬以內 部長簽了就OK的探索式的標 什麼之類 那這些都是 大概中整成 我們現在就要政府數位服務指引 這樣子一份文件 大概去年年底才上路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至少我們哲學上是非常的浪 因為我現在在公共人裡面 大概也就是在推這樣子一套 而且可能比民間更迫切 因為就是剛剛講 principal agent problem很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如果沒有事先讓大家參與 就算推出來九成九 但人滿意 生下來的 那一%也是非常的 就是有組織的力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叫 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一個參與式政策的一個叫做 開放政府聯絡人網絡 那就好像不會聯絡人 他是跟立委 然後媒體聯絡人 當然是跟新聞記者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跟hashtag 就是任何一個新興的社會的狀態 或者是大家在那邊抗議說 報復人體那樣的爆炸或什麼 那這個人就要馬上去engage 然後去把這個民間的力量能夠納進來 變成共同創作 那這個也等於有點像internal startup 因為他被抓進來之後 他就要主持一個lazy intrapreneurship 的這樣子的一群人 那所以就是 等於我工作上跟他工作方法 比較一致的地方 他講的東西跟我跟你們講的很像 他也是講的很多 我們是有個名字叫open innovation 對啦 就看到是創新嗎 對 可以說係數同源 對對對 對 會長的 會長的像 對不對 怎麼用天下耳才 嗯 是啊 因為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 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那大家要怎麼用組織 要怎麼樣 他們都不會被抓去管 那 當然本來是我們這邊的刊物 如果還沒有完全資料 他去香港發行 現在反過來了 所以 哈哈哈 對 事實上就是這樣 對 對 所以我們這邊什麼沒有意見很多 那如果你不用開發是創新的話 當然你浪費掉這麼多好的活力 所以開門造局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想到政府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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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 對 可是他整個架構是這樣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創新創業回憶 我們就遇到 這個我想跟你請教 對 互惠跟互惠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比如說 我們現在 那梯海的事很好是以前 很好 因為幾十年講的那樣 那是那樣 那是技術刮帥的時候 對啊 可是以前 就文竅曲線的左撐 古老的人 對 以前是跑平衛賽這樣 對 可是現在變成說 Customer是第一棒的話 還是第0棒的話 這變成台灣每個部位都要在創新創業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 沒錯 每個部位都在創新創業 每個部位都沒有這個能力弄成 我們說老實話 我們 我因為當初搞錯了 其實我是跟科技部比較熟 可是後來 變一變 我們這個扣管是在經濟的下面 那變成就有點格格不入 那我們的感覺是 是這些觀點應該說是 要retrain 因為很多新的東西 像我跟妳講 我覺得妳的很多用詞 我都在聽了 都不要知道 背後大概想法都一樣 對那種活動 可是問題是 很多的像這種 這個觀點這種觀點上就很難 就pick up 然後部位跟部位之間 看一看社會比較好 以前是真的是覺得是蠻痛苦的 對啊 因為每個人 好像都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想在這方面 我想出發行動很好 可是每一個人都在push push到來 這個等於有點像一群鳥腳綁在一起 其實每個都飛得很用力 可是飛得都很痛苦 我的感覺是真的 這個非常深入的比喻 對 你用好文化 是嗎 這是妳的專長 OK 我想這部分 奧學有沒有一些 就是經驗或想法 就是政府部門化 互惠的溝通 或寫電話 所以我想 你可能也參與很多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交流一下 這些沒沒尷尬的東西 這樣子 對啊 我想兩個啦 一個就是說 現在還活下來的部分 會表示它有它獨特的價值 如果兩個部會價值類似 就會被阻改正令 所以 所以他們就是 我是把它看成31個NPO 就是每一個都有自己 募款 想要達成年度目標 對 那每一個都是不同的價值 那只有一個不是NPO 是中央銀行 就是很賺錢 但是我們目前還跟樣行 關係不大 對 另外31個都是有預算來花錢 所以 從部會的角度來看 統衛主義本來就是應該堅持的 因為如果環保署不堅持環保 也沒有人幫他堅持環保 對 所以本位主義是應該的 那但是比較 大家平常困難的事情 大概比較不是本位主義 大概是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是說 一個新興的事物 那像創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或者像我們剛入口的時候 處理電競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結果這個新興的事物 在三個以上的部分 每個看起來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對 那然後 那光是定性就有三種定性 那從電競選手的角度來看 他就有一種就是 精神分裂的 那種感覺 有的時候 文化部說我沒有100年的悠久傳統 現在是要證明我有悠久傳統 那還是這個體育處說我沒有動到大肌肉 可是我也沒有要 小學生這個上課 一小時體育時間跑去打電競 不是我的想法嗎 那經濟部說它是管場館 那但是我事實上 我連申請簽證的問題等等 就是說他們碰到都是很 就是on the ground 的東西 對那但是上面的主管機關都說 你要先定性 我才能來處理你 那所以像這個 第一個這個情況 確實是最 就是每天都碰到的 你看我在這邊來的 大概一半都是碰到這種情況 然後來找我 就想要有一個很明確的責任歸屬 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剛好相反 就是說 誤會會搶誰要主張他 不像誤會剛來台灣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說 從交通部的角度來看 他主張他是一種計程車的變形 對那從經濟部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種這個電商平台 平台經濟 也不是變形 他就是平台經濟 對那但是呢 從這個 好像財政部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種逃稅的手段 沒有 他確實也是一種逃稅的手段 對那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就是三種定性 彼此交疊太多 但是不同方向 或者是三種定性彼此 對不上那個實質的情況 這兩種是最難過的情況 而且通常都是三個以上才會出現這個 兩個的話 部位之間其實有N層M的窗口 他們自己也會調到一個 好像恐怖平衡的狀況 對那但是 如果你有三個以上 就是那個三體問題 對那就是說 第一個他chaotic 就是你不知道這兩個協商會對他 產生什麼不例外不清 那另外一個就是常常說 那就是沒有來的那個人 或來得知己對親的那個人 到最後就會承受全部的負擔 所以到最後也沒有人真的想協調 所以大概三個以上的部分 就會出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處理這兩個形狀 大概第一個情況 其實很容易 就是開放式創新 像當時電競的時候 就是把這三個部位的主張 然後他們修改時間 把那個就是一些人身攻擊的部分 都拿掉之後 那我們就公佈在網路上 然後就PTT啊 Mobile01啊 巴哈姆特啊 反正關係電競的朋友嘛 要互電競嘛 就那些人嘛 那他們就可以看這個珠子高 那就靠群眾的智慧 那大概前四個留言都不用看 大概第五個就是 開始有提出很棒的意見 所謂專業的五樓啦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把這些五樓的意見 都帶回院裡面 所以這個八卦板上面 有人說圍棋現在都是在網路上想 所以圍棋算是一種電競 請問文化福利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或者是說這個籃球隊啊 他也是一種群體的運動啊 那他在替代儀等等上面 有這個方法啊 那為什麼我們教育部不照做 甚至有一個專班啊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就是說 就完全就是靠鄉民 那鄉民當然也有一些人身攻擊 就把禁灘號拿掉 人身攻擊都拿掉 那因為這個就是accountability嘛 就是互相給出交代的責任 那其實從 誤會的角度來看 有時候他真的只是腦袋要轉一下 他比如說文化福利聽到圍棋轉電競 他就開橋了 他就說我們有圍棋專班 然後我們圍棋有替代儀 所以只要圍棋算電競 我們就願意支持 然後體育署說 你算智力運動 一種表演 民俗技藝 這個沒有問題 我沒有民俗技藝一般 所以就是靠鄉民這樣來回四季 那這樣一下子就協調完 那但是其實你靠我自己 是絕對不可能做到 因為我並不是民俗技藝表演者 我也不會扯鈴 對那然後我也不是下圍棋的 那等等 所以其實我自己 如果用我自己的經驗去套的話 一定失敗 那但是因為雙方有互相說明責任 那完全組織到公開的網站上 那所以其實到最後 其實誰都化不掉 那到最後就大家各私情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它有點像一個wretched 就是你每次持人往前轉一個 它不會退轉 它不會回到原點 因為有accumability 每一步就改一點點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改一點之後 我解決一點點部分 大家真的有benefit 就是可以降低風險 就是對部會人來講 這個已經一確定了 它就不會再跑回我這裡來了 所以這個一旦文化部說接了 那就沒有體育書的事 在這個小事情上 所以它風險雙方都降低 因為確定已經增加 那而且它平常需要 就是工作那種融資 就是不斷的在互相拋公文 這個也可以減少 所以省時間省風險 那至少有一點點mutual trust 因為我都會說 這是誰的credit等等 那所以這個至少這三個 每一次動一點點 再不犧牲另外兩個 叫perrito improvement 就是在風險上面 然後在省力上面 然後在mutual trust上面 就是有credit上面 這三個就是一次動一點 但另外兩個不犧牲 再動一點 另外兩個不犧牲 然後慢慢慢慢就可以協調出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比較容易的 那但是當然像就是UberX那種題目 這個就真的很困難 因為三個不會各有主張 而且定性是有互相衝突 對 那這個時候通常的解決方案就是 我們在那個矽谷叫做rough consensus 就是我們在那個standard making organization 大家都已經快要炒飯了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 是不是至少有什麼東西 就是we can live with 就是不要說我們都同意 這個太困難了 對沒有 consensus 我們只要consent 就是大家可以live with it 回到家可以彼此還寫一點code 不要就是翻桌 對那種程度 對那中文是很奧妙 就是你想共識的時候 你可以只是共同認識 也可以叫共識 那所以不一定要就是 對對對我們共同認識這件事情 對我認識你這樣想的 然後他是這樣想的等等 那但是我們這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沒有關係 要我們認識有彼此不同的地方 那但是後來我就是常用一個AI的工具 叫POLIS PLL.IS 去收斂說 那像在Uber的例子 真的大家南遠北車都不一樣 那但是我們用這個工具 收集了幾千個 就是Uber的司機啊 乘客 金錢車司機等等 一間之後 其實有三四件事情 是大家都不反對的 好比像說納稅納保納管 這三個大家都不反對 對那納保就是乘客的意外嫌 這個沒有任何人反對 所以後來協調就是 只從這種共同價值來做 那這個其實是有點像design thinking 就是說你收不動的不要indify 對那explore這邊可能會開花 可能會爆炸的 就不往那邊放 那explore的時候是指在 就是common value的這個層級 就是說大家至少都同意說 我們登出的時候 世界應該比我們登入的時候好吧 這叫永續嘛 那就是到這種價值層級 他已經不會有人反對了 那所以就是在這邊試著 就叫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到一點點這種情況 那我們就大家都往這個地方 更湊進一步 所以Uber大概靠了這樣子三四 那到最後現在不錯 他也台灣公司了 金流都要過台灣了 那所以其實最後是有成果 只是說這個你就要非常有耐心 就是每一次都要就是 從而不論 從而不論 然後慢慢的移動 那這個耐心真的是 也是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變成說那個主持人 要能夠幫美一邊邊 才能夠在這邊推 所以這是比較困難 這邊如果是尚未定義 emerging technology 這個反而容易 就是你保持open innovation 到最後下面會找到出路 對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satisfaction 對 我們就要交往那個主持人 對 我們上一個課 他們就是彈了一個model 對 就是完全在講你剛剛describe的那種 到最後 要怎麼去協調 然後到最後是 剛好是滿足沒人的 最minimum的需求 Exactly 你不可能 對 對 所謂什麼非暴力溝通 開放空間技術 都是這些東西 對 那你會不會遇到那一種 等於說 政務官跟事務官中間的 disconnected 這種issue 我們現在遇到的一些東西 上面講的是這樣的 下面 一個是沒有傳好還是怎麼樣 到後來正在做execution的時候還是 OK 我們這邊比較奇怪的是 我們辦公室一半都是事務官 每一個 每一個部位可以調一個人 來我辦公室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所有innovation 都是事務官自己 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就是我不會去給事務官指令 但是事務官會互相參照 好比像說像文化部發明了一個 講助取愛補助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就是大家都不用合銷 風險也降低 也省力 而且大家的那個mutual trust變高 因為我不是擋在你跟這個費用中間嗎 而是說你做一個創意不需要我的KPI 是好像反向由民間來定KPI 那定的好的KPI我就講助你錢 那這個都已經完成了嘛 所以也沒有合銷的問題等等 所以是很好的一個model 那然後那當然就是教育部也有 在我們這邊有派出同仁 事實上就在那邊 然後是青年書的同仁 對那後來青年書也開始用很多 講助取代補助的model 那一開始他們也許 不敢全部這樣convert 所以在Let's Talk那樣好像是一半一半 那但是後來慢慢就越來越多 往這個方向去移動 所以就事務官之間看到有創新的時候 會彼此參照 那尤其如果這是事務官發明出來的 那他自己就知道他的局限在哪裡 那但是政務官的困難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非常抽象的 講那個會議決議 而沒有那個討論的脈絡 那其實你不知道他最後怎麼到這裡來 那如果不到這裡來的話 只要你的前提狀況稍微改變 那就沒有足夠的東西啊 那就只能腦部嘛 腦部雖然很普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那個國家的頻寬啦 就是說當你才是就只有那麼就是一百四十個字 就是一個tweet的長度的時候 那其實裡面並沒有足夠的資訊量去讓他出來 所以他好像上面跟下面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就那個ban with bottleneck 這個很嚴重 可是事務官到政務官那邊 到底會不會被卡 不會啊 我們就那個禮拜一起吃午飯 所以好像沒有什麼卡嘛對不對 這個 現在 現在青年署 青年署任意使用我當代言人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哈哈哈哈 不過當然不會啊 對 對 也是 只需得很多啦 慢慢 也把它當一個機會的時候來學習 不過剛弄不回來的時候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很不習慣 確實啊 我非常不習慣 基本上來把那一些 那些中技術的人 就派出什麼 其實因為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們計畫本身是來自可惠法德 它是一個比較政策導向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patre 所以這個東西一當下來的時候 就是可能政策其實對這些事務官的這些就是 不管是規則、法律上面也沒有到那麼的詳細的清楚 所以一個政策下來大家可以想像怎麼做 然後實際執行規劃上面就遇到很多規定上面的 不管是會計、法律、條文等等的 就會有這種東西綁上來 那那個可能多少跟上面的政策導向是會有衝突的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事務官有事務官的concept 但總共有事務官想要達到目的 然後兩邊之間並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就是可以合併的狀況 所以就會一直卡在這個模式上 我知道一開始BOST那邊還包含那個跨領域的專家 就是去看跨部位的計畫 那就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因為當時確實BOST這邊科技計畫廣告跟GPM國發揮那邊 就是廣告系統上是都不同意 所以就是說一高兩頭啊 甚至三頭啊 就是往前站 或者四頭啊 往設發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所以就是除非說 像我自己會寫一點程式 所以我從兩邊裝東西下來 我可以自己寫程式比對 但是你要求政府官自己寫程式比對 不太可能 對 那當然現在有整合 這個我一點好奇 就是像他們這些政府官忙到好像根本就沒有時間思考 那你還未在思考被update 對啊當然啊 可是我覺得這些政府官忙到可能開放很難再update 我覺得這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說 因為政府官他現在是 有些是有受立員質詢的這個責任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很多時間 尤其在會期裡面 在總質詢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在立員 那當然我也要去立員 但我不用上台質詢 所以我就把立員當網咖 所以這個我們 我們政委這一排就大家都拿了 然後在那邊上班 反而這個有時間思考 因為反而我們不會上去 對 那但是如果是部長的話真的很困難 因為他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立員質詢 那這也是台灣特有的一個現象 就是你要等就是立員稍微修會了 那或者至少總資訊過了 你真的才有時間開始聽現場發生的狀況 你等於一年中接近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只能先聽代理部門那邊 對你有什麼要求 這是比較困難的狀況 那你剛提到一個東西 這個也是 突然提醒我 有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是 因為台灣為了 可能是一些官員要治保 他們都有一個審查委員會 問題是這些委員 其實審查委員 你說什麼東西的審查委員 沒有都有 像我們來run什麼東西 都上面有一個所謂的 指導的一個團隊 比如說這些官員 他本身就會躲在這個後面 都是這些審查委員 講的一定要審查委員 你才能夠做決定 基本上就是 正在做事情 你是說錢要發出去吧 這一般是預算 不是 舉例子講 像我們的Case 我們選的團隊 我們是專業把它評估 可是他不認這個東西 他認為說你個人的意見不能分算 要組織一個所謂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那審查委員 有這麼一個 formality 哪有才算 不過你審完的效果是什麼 我覺得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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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用 就跟那個洪玉燈參考用 就跟那個洪玉燈參考用 OK 那課專就是中期處自己的專家學者 對 然後 那一開始 即便是課發的時候 也有中期處的所謂的內省 對對對 我知道 然後我們這個計劃的蠻特別 是我們的審查委員 每個月 現在好一點嗎 大概 一般密度 我知道啦 關口密度比較高 要做一個策略推進委員 所以等於一到兩個月 要再找這些審查委員 帶你再來審一下我們的進展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計劃面向的審查 所以我在這些不管是期中期末 還有提出的審查 或者車村會的審查 所有的意見我們就要回應 然後可能下一次的時候又要再 你就可以體會政務官被立委質詢 就是就算書面質詢你都得回應 對 而且你要親自蓋章 所以你都得看過 對 所以這個計劃法處 有時候奶油皮膚不太一樣 後期時間是無水 那可能是一定要做 所以主要是這些整個意見 根本你一看就知道 實在是門外 理解 那第二個是 所以你就變成 對他們也要教育責任 不是只有教育你的團隊 還要教育你的委員 要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 那邊還蠻能力 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 每次都不一樣嗎 它就 randomly想到什麼 就跟你講什麼 那變成是說 反正大家都不講負責任 所以每次來的委員 其實都不太一樣 因為稍微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個委員 可能只隱忘這一次 下一次還不來 對 所以每次給的意見 其實都是片段片段 而且我們會做一次 沒想到那一次看到的 對 然後你說 第二個面向是 我們的 因為我們輔導團 都不只要找團隊來 對 或者一些個人 那本來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機制 去挑什麼樣的團隊可以進來 可是這個可能 這個機制跟初五 或者是本來習慣的模式不一樣 所以它就一定要 要求你按照他們習慣 比如說就要找 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 要找他們所認定的 所謂的專家的這些人 然後來做一個什麼樣的審查 然後結果要經過他們 合備或廢查之後 才能夠公告 就是這個process 蠻擁長 而且 而且 認人 這個人最早的 因為他的target 其實是比較像招標用的 對不對 就是說是廠商 他是省廠商資格 那就是招標進駐團隊 他也有點把他當廠商看 但因為你們這邊 你剛說很多是自然人 個別一個教授 一個醫師 那你把他塞進這個程序 是for work 對 對這種 那你這邊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沒有啊 從來沒有 我們遇到這個問題 是蠻多多的 我本來都不管了 不管的時候 反正就吵了很厲害 然後到後來我才開始參加 反正我去參加也有比較好一點 對 也有比較好一點 就你的理念還是要灌輸一下 不過這個相當不難 我覺得浪費太多的精力在 確實 確實 我們 我們本來 我們現在實際上這個program run 是 因為一年半 差不多一年 我會選是四年才 四月才開始 四月才開始 我們本來是在 一月就要開始 可是因為這個所謂的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公務體系的process 沒有完整 就恩是被逼到四月才開始 去年嗎 去去年嗎 對啊 所以今年是已經 完整了嗎 對啊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的心態還是要改變 以前出了是這個191292 現在發現 其實你跟 林跟進來是 這個不是整數 了解 福典數 所以現在是比較舒服的 我想是因為主要是我 我開始比較 有體諒 要習慣 比較習慣 為什麼其實我是比較體諒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 他們沒拿錢 他們的方式做 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對啦 你如果要改革是一年只能改一次 在公務門大概都是這樣 就編列預算了 就改 而且後來認定他們 沒有什麼 不好的 意圖 對 主要他也是想做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東西 太 很棒啊 大家互相各推一步 最後我們是不是談一下 這一波引擎 這個引擎 是 TSE角度來說 可以選出的一個角色 這樣子 你們是有為這個特別弄一個Track 還是怎麼樣嗎 我們事實上 前一陣子弄一個系列的直播 因為我們那套東西 是很適合在這種 uncertainty很高的時間 比較有系統性的去找出你的機會 對 那我們是貼了一個標準說 事實上 對創新創業來講 意義其他 這個事情 是你這個 一輩子難得的一次機會 對啊 是一個reset 沒錯 那應該是好好的 這個Tech 的問題 這是我們在Delivery 很棒 太棒了 OK 可是呢 這個我們 已經很適合 事實上我們是怎樣 我們這個 一人多以後 開始 當然產生一人多的好的效果 就是那套 也不是我懷疑 我是把它 Fintune 更適合台灣 非常棒 那看到一些好效果 對於的團隊 真的是自己 就是加速技的失敗 才重新帶來 最近 為了要 把整個面相弄好一點 然後開另外一課 就怎麼做 創投 就把所有的 基本原則 一個台灣的創投 是非常discord 那我就把它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基本是這樣 理想是這樣 就是說 當初因為 也是從美國過來的 可是 後來 這個到台灣那裡 就是整個 因為法律 那時候公司法都還沒有改 對對對 大部分的device 都不能用 所以我那時候很欽佩 那時候做分析的 對 公司法賽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賺錢 那時候太厲害了 OK 那所以我也 因為要訓練 就順便要訓練他們 不過這個裡面 看到一個VC 對 這個start 尤其是VC 都會來一次 他的準備都是比較快 因為他到底是很抗 所以我也想聽聽看說 你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個其實 我的感覺是 大家都還沒有嘗到他的 他的服務股 這個經濟上的這個東西 不是 不是現在的想像 你看每個國家 好像都不當一回事 還是都不敢叫 OK 痛誠心也不敢叫 不過我們覺得 會不會很嚴重 是 當然 絕對是大蕭條 對 那到底要怎麼去做 給保護 是不是 也像 最近看你怎麼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真的是在一個bubble裡面 就是說我們GDP竟然還是正的 正成長 當然就是說 有些產業還是很suffer 那我們當然是靠著 對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我就不多說 但是至少就是我們還保持著一個 好像積極樂觀的這個心情 那但是 我覺得全世界幾乎所有其他地方都不是這樣 我常常在這邊是 因為我一大早來就跟美洲 南美北美 那傍晚是歐洲跟非洲 中間是跟亞洲 那確實最近幾個月 尤其是第二波第三波又來了之後 對 他們現在是非常的 非常困難 對 非常困難 對一個情況 對 因為 一開始大家 擔任這個 這個產業令的斷裂 現在幾秒 市場沒有完全斷裂 而且完全是打破了 那怎麼辦 Exactly 對 那當然就是說現在兩個 一個是說到底疫苗什麼時候好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所謂的rebound 不是回到本來的那個模式 因為那個模式已經斷掉了說真的 對 那回來之後當然有人說 那個在地的經濟啊 循環經濟啊 零廢期 零碳排 全循環 這個非常棒 那但是 事實上並不是每個地方 都像台灣一樣 你可以自己自己 到這個程度 對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自己 也許真的可以做到 某個程度 往這個方向recover 那但是我們如果去跟全世界這樣子講 他不免取靠賀果 對 因為台灣可能 你講來沒有 我其實 也在形容整座的形容整座 是有點 但是我用的比較具象 對 我畫出來的漫畫是 對 一個魚缸 一個蠻大的魚缸 這個魚缸是帶一輛火車上面 嗯 裡面很多的魚是講說 逆向思考 可是它再怎麼逆向思考 空間這個魚缸那麼大 沒錯沒錯 台灣就有點像這個 有點像這個 因為你有沒有影響全世界 Exactly 對 就是裡面能夠操作空間是這樣 嗯 有可能啦 當然有種 這個可能性是因為台灣 是這個裡面一個收益者 對啊 算一算大概有25%的人會收益 對啦 這是獲程最大影響 對對對 因為大概算一算 總是有一些人收益 是是是是 那台灣搞不好假放裡面 搞不好可以是這樣 可是這個都很難講 而且不會是每個人都收益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說 就像之前2008那一次大的衰退一樣 就是大家會fundamentally去challenge 前面的那個social norm 像2008年的時候倒掉的是 就是完全就是資本家最大的 那一套neoliberalism 從那個之後大概就很少人在講 對 那這一次疫情我們也看到全世界 所謂地位財 就是Instagram自拍炫富 這種事情就消失了 這個 It's not a social norm anymore 就是這樣做就insensitive 大家就是要開始 提醒說彼此的命也是命啊 什麼之類的啊 對 就是說這個變成 以前是這個politically correct 但現在就變成no 因為大家都要suffer 所以你如果就是 買個地位財什麼 其實是非常不正確的 它已經不是政治不正確 是社會不正確的 那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那個 就是我們說zeitgeist 就是時代的感受 時代精神 會慢慢變成說 我sustainability above all 那然後像 因為這一次是有個rebound 我們本來什麼 Earth overshooting day 都是越來越往後 就是每年都用到兩個半地球啊 什麼之類 今天就有點回到2008年 就是好像那個減碳目標 竟然可以達成 大家都不出門 對 因為大家都不出門 因為交通站 占比非常大 大家都不出門 當然減碳目標容易達成 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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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工具就變好了 對 對 Exactly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在這一方面 就是我們自己對內 創創的時候 因為一般是社會主義國家 講inclusion 講sustainability 結果在台灣都沒有人反對 像Go Girl這種 甚至它說它主要是一個 sustainability的公司 次要才是這個 inclusion 最後再來賺錢 對 三床底線是這樣排 對 他能夠講個story 對 就是designer 就是designer的特性 對 他可以說strategy design 對 但是就是說 這個確實很可能變台灣的branding 就是inclusive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sustainable innovation 那這個branding要怎麼transfer 變成說 我們真的是open innovation 就是口罩一貫長的blueprint 真的有幫助其他的國家 他們一天也產兩百萬口罩 那大家覺得made in 台灣 他們不是在講product 是講process 那這個我們目前good story to tell 有幾個 但是並不是overwhelmingly的那麼多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branding 就是要讓它 一想到台灣 不只想到台灣 can help for 台灣 is helping 那也想到說台灣就是open innovation 就是inclusive innovation 我是有點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也在看了一個trend 就是創新創業 慢慢的變成一個industry 對啊 它本身也已經不是像以前的服力性 本身現在變成會有競爭力 對啊 那世界各國 當一個東西變成一個industry 的時候呢 就變成一個global的一個現象 是 那大小會有global 大概在爭奪的資源 對啊 那臺灣一個最大的資源 就是人才 對啊 OK 這個人才呢 現在其實是大家都看準這一塊 嗯 那當然疫情會把這個 slow down 可是突然頂瑞也會把它加速 不過疫情讓很多人回台灣 我整天在這邊就碰到 聽說現在世界台灣的護照是很好的 對 然後那個有些人拿tours visa來 然後在這邊就立刻conversion金卡 因為他想要帶三年 對 對 對 可是就是我台灣可能也不能太高興說 我們一直 這是短期的啦 當然 人才是怎麼 因為到時候被完全滑走 還有就是大家都可以增加上班 所以你就算在台灣還是可以做 就是細骨的事情 對 我自己就這樣 所以就是我覺得talent circulation 我覺得還是 這兩件事 一個是說 我們自己的ecosystem 有沒有能力吸引talent 回來嘛 就是像我們都是在外面然後再回來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變成說台灣就是 某一些創創的題目的 就是首選的target 那這個確實 比較不容易 這個是比較高標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長期看起來還是要有幾個題目 是長這個樣子 對 好處是大概 因為我們在搞這個創作 大概搞了台灣大概 我將近十年 對 大概看看會不會有結一些 我覺得感覺是沒有再結一些 可能台灣這個整個這個 重現創演會 因為新世代的根本 可能不會 我現在在台大教室 就一直有這種壓力 就是上課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好 那個critical moment 就是說你到底要不要走這條路 對啊 這個根本就是很難 為什麼 因為 對這個新世代來講 他已經看不到我們以前那一種 創業成功到底是怎麼樣 那台灣太少這種例子了 在喜悟一天到我 就有這種英文的管理 雖然說樹木也往下掉 可是至少還是可以看得到 我是怎麼 可是在台灣就沒有這種 case 嗯 之前我有認識一個 跑去科索福創業的 叫郭嘉祐 那他也是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創創出來的 對 對對對 對 那他的創業題目就 比較 不是economic reward 他是social impact 對 對那但是這個social impact 蠻measurable 就是不管現在這個索馬一蘭 索馬一蘭模式 對 或者是他後來又跑去越南 等等 對 就是說事實上看得出來 他是replicable 那所以事實上是很符合 創創的一整套方面 只是他最後賺的不是錢 是goodwill 對 那我覺得這種就是 現在叫social entrepreneur 對 那這種其實也是台灣很多年輕人 因為他在這邊看不到十倍 但是他在social entrepreneur這邊 可以看到十倍 因為他有三個底線嘛 他這個底線沒有十倍 另外兩個底線有十倍 就簡單可以減到十倍啊 對那這個是 我發現很多人對這個很有興趣 對 就是他們會願意待在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會給他 在另外兩個底線 就是環境的跟社會的上面 可以讓他十倍 對 那因為financial不容易嘛 對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 像我們在社創這邊 社創新創是一起 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說社創這邊 很多很老牌的 台灣本身也是很多社創的發源地嘛 那我們從社區總體營造開始 到現在中間就是 不管社區大學系統啊 這個儲蓄互助社在原住民族那邊啊 或者是共同購買啊 或者是等等 現在一起去發電了嘛 對不對 就是合作社傳統啊 或者是當然最大的那幾個刺激啊等等 所以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社創的tradition 那但是他們現在也一直都面臨 剛剛您講到人才的傳承跟 就是世代斷層的這個問題 那把他們跟一些startup 就是五元以內的配合起來 那這個跟這邊學什麼pitch嘛 那這邊去跟這邊學說 你financial沒有十倍呢 你至少社會環境價值啊 你怎麼動員十倍的人 跟剪刀十倍的tan啊 那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 互相學習的方法 這也是另外一條路 就是這樣inclusive 講的是社會嘛 那講sustainable 講的是主要環境的底線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差不多了這樣 很高興 對呀 被鄰居嘛 對 一直沒有時間談 多多channel 沒有辦法 我屬於談的 很像我們當國談 因為到戲劇的時候 他們的感覺是 到那邊我們講的 什麼都不懂 往在台灣講的東西 隔個不住 要把隊友好再剝開 所以算了你 你是不是很厲害 你這樣可以的話 可以運用上 然後這個好像如以得水 我一開始就是搞得滿辛苦 可能自己走的路 是那條辛苦的一條路 還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就是 幫事務官省時間 跟降低風險 這兩個 就是說你不能幫他省時間 但是會增加他風險 是的 對就是你剛剛講的一些 可能selection committee 就是是省時間 但是他增加他風險 或是省風險 但是讓他多加班 你只要一做這種 事務官就完全爆炸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爆肝了 為什麼要不給你爆肝 對 所以這兩個就是都保持住 然後我們做一些 增加貴的德國 增加neutral trust 我覺得這是比較 worth的 一點經驗 對 那是這個neutral trust 還是 就是兩邊一開始有故事 然後就沒辦法 對 rough consensus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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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謝謝